港人噩梦的负资产数字增两倍,金管局日前公布,今年首季录得384宗负资产,较去年第四季的128宗增加两倍。 不过,业内人士预期,累积了多月的楼市购买力正在释放,楼价在次季可望止跌回稳。 故此今年第二季负资产中数有机会回落。同时,负资产涉及的贷款金额则由去年第四季的7.64亿元,增至今年首季的18.67亿元。 当中无抵押部分的贷款金额,则由去年第四季2500万元,大幅增至今年首季的8100万元。 据金管局公布的三月住宅按揭统计,涉及一手市场交易所批出的贷款按月增加百分之七十,至七十七亿元。 涉及二手市场交易所批出的贷款按月增加百分之三十二,至189.88亿元。 涉及转按交易所批出的贷款方面,按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五点四,至六十四点五百亿元。 新取用按揭贷款额就报二百零七亿元。 按月增加百分之十点七。 未常华按揭贷款总额按月增加百分之零点五,至一万四千五百九十八亿元。 而按揭贷款拖欠比率则维持于百分之零点零三。 经重组贷款比率维持于接近百分之零。 金管局解释,这些个案大部分为银行职员的住屋按揭贷款,小数涉及按揭保险计划的贷款。 这些贷款的案揭成数一般较高。 局方又指,银行自从2011年首季起,并无录得任何拖欠三个月以上的负资产贷款纪录。 但提醒数字仅涉及银行提供并以资到为负资产的一案贷款。 当中不包括涉及二案的贷款。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日前表明,今年首季负资产中数创近四年新高, 部分新增的负资产个案来自银行职员贷款,以及新案保的申请人。 他期望新案保申请人要清楚供款能力。 当局亦会密切关注负资产情况。 目前楼价轻微下调,但二手市场成交持续活跃。 暂时未见楼市出现周期性转变。 亦相信港式仍有下调空间。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日前亦表示, 已有机制监控资产市场发展的相关风险。 又强调目前香港的金融基因及核心价值仍建在 对长远发展有信心。 中原案揭董事总经理黄美讽说, 今年首季负资产增幅虽达两倍, 但实质上是基于去年第四季数字基数低。 目前负资产营处相当低水平。 他预期,累积了多月的楼市购买力正在释放。 自4月复活节假期至今。 一、二手楼市交投逐步回升。 需求增加下, 楼价再次贵可望止跌回稳。 故此今年第二季负资产中数有机会掉头回落。 同时, 黄美逢逐指, 自2019年10月中放宽安保后, 九成按揭个案使用率增加, 但即使按保使用率上升。 现时负资产占整体按揭形属相当低水平。 负资产中数占整体住宅按揭仅0.07。 负资产涉及金额占未常还贷款总金额仅0.13。 本地经济难免受影响。 他建议供楼人士而为自己提高供楼防守力。 预留较充足的现金流及备用资金。 可为自己预留约一年按揭供款额作储备。 因为提防断供置为重要。 供楼人士应对付资产。 手中稳定按时供款。 此外,在囚或置业预算时。 总债务占入息比率已不高于35%较为理想。 金管局前总裁陈德林认为。 近年市民的持货能力变得更强。 与1997年、1998年过渡杠杆大商径庭。 他分析,近年买楼的人士大多数用作自住。 即使不是自住,也不想有大改变。 更重要是多倫益周期措施后。 大家的持货能力变得更强。 胡国威表示,初步数字不算很严重。 只是担心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加。 加上政府去年宣布放宽楼案。 双重夹击下可能会令楼价加速下滑。 令付资产问题恶化。 他补充,由于政府公布付资产。 并没有统计经由财务公司借太的买家。 但偏偏近几年发展商推新盘。 有不少都以高乘数按揭计划给客。 多数都属于先填后腐的呼吸plan或半呼吸plan。 他们不单会成为今次逆市高危。 现时市场上也没有类近负资产转案产品配合他们转案。 华侨永康银行经济师李若凡日前发表以最坏时间未到为提的报告。 指出如果更多中小企陷财困。 更多有紧急需要的小公司东主料将以远低市价出售住宅物业扑水。 而对财源及减薪的忧虑将损害住宅需求。 报告称,唐楼价持续下滑。 负资产的中数及规模料加剧。 迫使银行将银主盘以低于估值出售。 该衡料今年住宅楼价将跌15%。 经落案揭转介首席副总裁曹德明亦称, 本港经济持续低迷。 最新失业率数字上升至4.2%。 创与9年新高, 近日本港虽然暂时回稳, 但对香港已至全球经济仍带来重大隐忧。 他预计第二季本港楼价仍有回落空间。 如楼价回落, 负资产个案亦将会随之继续上升。 今年首季负资产增幅虽达两倍, 但近期市民适应度增加。 二手市场买加乘接减价盘。 购买力逐步释放等因素。 令成交增加。 新盘重启销售液令一手交投上升。 大度按揭申请及贷款量显注回升。 据金管局最新住宅按揭统计。 三月份按揭申请按揭大增52.6%至13030宗。 从上余万宗水平。 为过去八个月新高。 同月新批按揭中数按揭亦增加35.2%至7537宗。 涉及金额按月增加40%至331.46亿元。 三月新取用按揭贷款额较2月增加10.7%至207亿元。 中数增9.5%至4875宗。 中原按揭董事总经理王美鳳指出。 受惠新盘销情由低位弹升。 涉及一手市场新批贷款大增70%至77亿元。 按月增幅最高。 涉及二手市场新批贷款增加32%至189.88亿元。 至于新批转按贷款亦增加35.4%至64.58亿元。 去年放宽按揭后,高乘数按揭比例增加。 推动平均按揭乘数上升。 不过,现时平均按揭乘数仍然低于2008年金融海啸前。 以及扭案措施推出前一般约62%至64%水平。 此外,3月平均贷款合约期维持与2月相同。 数字327个月是历史上最长年期数字。 即平均新批案揭连期为27.25年。 事实上,最近楼市的确较较之前热闹。 名人入市个案越来越多。 当中有楼市大好友之称的长益地产总裁汪敦径。 日前施资1.26亿元。 成功入楼购入新世界发展00017旗下尖沙咀明珠福式单位。 单位为63楼及65楼F室。 实用面积2108平方尺。 成交价1.26亿元。 平均尺价6万元。 时次汪敦径已首置身份入市。 仅需付楼价4.25%来印费。 涉及金额约536万元。 汪敦径表示, 跟太太参观完上述单位后就即时决定入标。 单位会出租。 预期月租约介乎8万至10万元。 该单位永高质为港全景。 物业也位于尖沙咀港铁站上盖物业。 交易出租。 汪敦径又指自己买豪宅不会要求价格尋底。 因为优质单位最重要是质素。 长远价值及交易流程尚有充分的弹性。